今天我们来跟他讨教讨教 先来听听他的故事 黄敬文 东港的黄敬文 更种出了黑森株中的极品 黄敬文种莲物还不到十年 就已经拿下95年全国莲物品质竞赛冠军 以及98年十大经典神农的荣耀 不过成功的背后 都是种种的努力和失败累积而成 要做的进展我就算他有准备 我就给他临上的联务栽培管理班 因为我尽量要来装粘物 一个原因就是我爸爸拧就比较有 一个原因就是 我以前做头最后就在起厨 建筑的已经漸漸掉了 我想说不然我都来装粘物 刚才装的时候第一年 第一年是了解 我想贴了越多粘物越漂亮 结果贴了越多减重 我其实第四年才开始贪质 因为那时候大垃圾的刚才 刚才出来要做大垃圾漫 我想说是要把坚强更新 我就开始鼓开始摘 我们爸爸当时反对国同 我变败了 我非常坚持的 他说中午两天你先鼓先摘 这样外面人看一遍 他不注意看 他不知道说你里面有摘 你摘到失败比较不容易抽 用草生栽培 枝条税枝来维护生态环境 钱就是都用除草剂嘛 那你用除草剂 他就没有炒 没有炒他的那个土壤的透气性 还有维生物香 就越来越不好 那生产物蜜 我们咖啡店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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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不要烧 因为烧的造成空气物 尽量用油脂肥 你用油脂肥的口感和风味 都够有点目的 你用化肥 他的地 比较不好吃 然后土壤 对土壤也不好 会酸化 屏东许多沿海地区 地下水含有盐分 会让黑珍珠莲 蜜蜜蜜长得又甜又黑 用心又用脑的黄敬文 价介大科的品种 让蜜蜜蜜蜜更好 增加行销的优势 不间断地到农改厂上课 吸收新资讯 现在更将成功经验 回馈给其他农民 我人就是 我不尝试 我就是说 他们问我 我都知道我 我都会在乎很难 黄敬文说 得奖让他的责任更重了 在别管理的经验 都是我行销的经验 能让农民在他们往后的收益有更大的帮助 安全用药减少荣耀使用 让消费者有安全的产品 不停地改良种植技术和研发新品种 延长采收期 黄建文要让消费者吃到最安心最好吃的黑珍珠莲物 第一名的冠军